在射雕世界中 华山论剑是代表当时最高的武林竞技赛 评选出的五角都是武林雕雕者 华山论剑共举办三次 第一次王崇洋为第一 第二次高手为竞输造战 第三次周伯通夺得天下第一 同为比赛的第一 王崇洋和周伯通这两个人谁更胜一筹呢 是尹春秋认为王崇洋更厉害 首先周伯通是王崇洋的师弟 他的武功多数是王崇洋所教 而王崇洋的先天功一安子等绝学 周伯通都一较普通 其次很多人觉得周伯通学会了九阴真经 才如此厉害 事实上九阴真经最初是王崇洋迎来的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休息呢 原因很可能是他认为 九阴真经不如他的先天功厉害 也许这也是为何周伯通练了九阴真经 却依旧打不过欧阳分 而王崇洋却能轻松获胜欧阳分的原因 最后周伯通自创的武功左右护博素 也没练到最佳境界 总体来说他的武功属于大于一个视觉 却达不到两个视觉的水平 怪不得在与经文法王意义中说 若我师兄王崇洋出手 你绝对接不下十招 可见周伯通自己的心中 也认为王崇洋比他更厉害 今天事情天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